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面上是市府一楼大厅 市长谢国良欣赏聆听同学们的国乐演奏 基隆东信国小国乐团7月20号将受邀前往山东聊城市 跟当地的英特小学进行文化交流 出发前市长谢国良特别亲自为同学们加油鼓励 祝福交流行程顺利圆满 第一拍简单 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给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大家是好不好 包括同学们 谢谢大家辛苦 大家加油 谢谢我们曾校长跟主任老师们 大家的齐心协力 把这一次的交流展演办得非常的棒 再次的谢谢大家 OK 谢谢 很荣幸能够到大陆的山东 去跟对岸的国小进行文化的交流 这一次主办主要是我们国乐后援会的会长 刘毅会长 还有我们家长会潘亮澄会长 还有民传国中的国乐后援会江永国会长 一起努力去筹办 那我们这一次呢 在我们吴清昌老师的指导下 我们也会演奏很多具备台湾特色的歌曲 那我想孩子的语言是最真挚的 对 然后他表现出来 他的笑声也是最灿烂的 那相信我们 再加上我们音乐的音符的话 我想这是所谓的人间天堂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 小爱爸爸 然后他真的非常重视小孩子这个区块 然后也非常重视小孩子的一个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的交流 我想我们市长也真的一直来鼓励 我们也很开心 那我相信在2024年 这是我们所有东姓国小 然后所有成员最美好的回忆 那这次呢 我们音乐艺术呢 跟我们对岸三东来进行交流 那思韵感到非常的开心 那两岸呢 当然除了这个很多各方各面 不管在艺术层面 或是语文层面 乃至于文化相关的领域呢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切磋 互相的交流 那让了两岸的学词呢 大家都可以彼此的认识自己 那我们就要呈现我们台湾的一些原汁原味 或者是大家耳熟能详 有特色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国乐合奏的部分 也是选择台湾作曲家的作品 叫做《风云际会》 那么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 有客家 有辅老 有台语 有原住民语 所以我们也有客家的彩茶歌 有辅老语系的 《朝美亚朗接纲》 然后还有呢 原住民风味的站在高纲上 那除了我们自己演奏以外 我们希望跟对方有联合演奏的机会 于是透过联系 我们就选择了两首代表性的传统音乐曲子 一个呢 就是大家喜庆热闹的 叫《金蛇狂舞》 是两校大概会有50个人的乐团来联合演奏 另外呢 代表是说两岸交流嘛 让小朋友能够圆满 于是就是花好乐园 也是两校合奏 东信国小表示 透过比赛或是交流活动 相信都能让团员们累积演出经验 培养自信与成就感 也期许透过这趟交流 每位学子都能够收获满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国中小校长亲自致赠感谢状给捐赠人 这位热心的民众张先生 因为有感于暑假期间 学校没有供应营养午餐 担心学童会饿肚子 因此号召朋友 共同捐赠了160份超商储值卡 并透过市议员郑文婷的协助 帮助无所学校的弱势学生 有一位民众来我们服务处成情 他担心我们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 在暑假因为没有营养午餐 怕他们会饿肚子 所以他希望能够给一个孩子 这个500元的这个超商的储值卡 让他们可以去买东西来吃 那他原本只预计大概只有80份左右嘛 那我们就帮他联络学校 那学校也都非常感谢这个张先生的一个议举 但是因为我们后来统计的数字就增加超过了80份 那我就打电话跟这个张先生联络 我说可是有超过这个80份 那不晓得这样子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他就是说因为他很多朋友 知道他这么做之后 他也都纷纷来响应 所以到最后能够发出去的总共是160份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张先生这样的一个举动 呼朋引伴也引起许多民众的一个关心 那学校方面也都非常感谢张先生这样的一个议举 然后也知道说那个郑义严 他这边每个月每星期五都在做爱心活动 所以今年才找郑义严来帮忙 因为这些学校里面的这些协同资料 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 那也唯有透过郑义严的爱心的帮忙 整个人爱区的这些国中小提供给我 然后跟许多好朋友跟长辈 然后大家集资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大家集资爱心这样 那这一次因为郑文婷郑律师 我觉得听过他几次的政见以后 我觉得他的为人处置 我都是路过 然后在那边听他说一些他的政策 那我觉得蛮看好他的 所以当张先生胜举的时候 我就共枪胜举 那非常感谢我们 有这么多的善心人士来关怀 我觉得基隆真的是 关怀我们学生 然后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非常感谢我们这样的校友呢 非常充满爱心 然后呢 事业有成来回馈给母校的这些 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些温暖跟温馨 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善举 也值得鼓励跟发扬 我想学生心里会得到一些温暖以及帮助 我相信在他们心里有一个善的种子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可以回馈社会 议员郑文婷和学校校长 相当感谢热心民众 爱心捐赠抛砖引玉 来关怀帮助弱势学生 也鼓励受帮助的孩子们 将来长大有能力的时候 能够回馈社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江爱远传 每年澎湖老佛祖圣诞日 行天宫都会举办发明记住的活动 我们现在做求职 今年今年四十年 今年四十一年 跟我们的家庭这样做 请大家如果无险 就来帮帮忙 来这里祝福 有来这里祝感谢 大家平安 大赞 慈善活动一半就超过四十年 安乐区区长 市长秘书 市议员勤政办公室主任 嘉兰旅里长 以及住在附近的市议员吴华佳 都亲自到场支持 加入慈善行列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地住在我们老佛祖的储宾 所以很多的居民 还有低收入户落势 长期都被协助 就非常感恩说 除了庙宇有信众的信仰的支持之外 也有很多善心人士 大家愿意一起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同样感谢喜天宫的 还有当地家人里里长王贵美 安乐区区长特别到场 感谢喜天宫提供最接地气的关怀 每年的农历六月九号 是我们澎湖处老佛祖的圣诞千秋的日子 那每次我们都趁着这个时候 张修萌公主都会在这一次 办善行的一举的活动 那在此代表屈公所 代表感谢之意 那也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与顺和静均安 请天宫感谢所有圣心人士的 帮忙与协助 今年还加码物资 散发暖暖的温情 今年这个物资和同样都是 威丸 忧心人士来赞助 同样也是跟我们一起 一个交流同样 因为今年我有加码物资 现在也希望在 第一次会来领 不要太少 感谢大家身体的健康 万事注意 大家平安 祝福大众一切平安 在诵经奇安法会上 帅男信女前程礼拜 恭祝基隆醒天宫 同胡措老佛祖圣诞快乐 醒天宫欢迎民众前来 礼拜佛祖 一起加入慈善行列 让善的力量循环下去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从中正区条河街301号附近 走进去不到5分钟 就可以看到铁路深澳坑直线 这里就是民众希望 增设新火车站的地点 因此不少住户 向基隆市议员 吕美玲 以及立委林佩祥反映 立委林佩祥特地邀请 交通部铁道局 市政府交通处和督发处 以及沙子里里长 和国营台湾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等单位 现场会刊 但是初步发现 铁道的坡度不适合设站 由于中正区条河街的住户 越来越多 房屋建案也不断增加 预估未来至少将有 3000户的民众住在这里 因此林佩祥希望铁道局 在审慎评估 更适合设站的地点 现在我们在中正区条河街 优惑台北村这附近 不管是现在已经有将近 可能我目前目测 可能有将近1000户的 新移过来的住民 还是未来跟我们美林议员 讲的一样 可能会高达3000户 那我在这边看 目前这边附近的土地 似乎还有可能再有新的建案 新的住民来去移居到 我们中正区的可能性 所以我这边跟美林议员 然后我们刷自己的旅长一起 说我们来建请台铁 看是不是在这附近多设一个车站 因为这附近2088是最主要的国道客源路线 但是2088 如果从2088要直接到台北 不管是是否转运站也好 台北市中心也好 似乎可能会不太够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了是疏散未来这边的人潮 不要让所有人都开车到台北上班 那用铁道用台铁来去增设一个车站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就跟着我们美林议员 一起来这边办个会刊 寻求有没有在这边再开一个车站的可能性 我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做一个审慎评估 因为他们刚刚提出的客观数据来讲 我知道这个任务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只有给他6个月的时间来去做可惜性评估 但是我会要求这可惜性评估 必须是完整的详细的 针对我们这边整个的交通报告 包括说他们的交通流量报告 包括他们目前对于这附近的区域报告 台铁必须在这边 给我一个很详细的说明 然后我们才可以依这份说明 来去再做后续的办理 市议员员美林也希望 在还没有增设新的火车站前 希望可以增加其他客运 经过这里的班次 方便民众对外交通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已经有将近 快要1000户的人住进来了 然后呢这些的建案又越来越多 所以呢未来可能会有3000户左右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增设一个火车站 让大家有可以多方向的选择 大众运输系统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有想到所谓技术跟坡度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希望国道客运这一方面 除了2088以外 或者他除了就是说 因为目前就一班嘛 未来8月开始增加两班 是不是可以多增加几班 或者是更多线的国运客道 可以一起来载运这些需要乘坐 大众运输系统的住户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不仅对住户有帮助 对未来活络这边的观光也是会有帮助的 立委林佩祥指出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会请台铁公司进行完整详细的可行性评估 持续监督这项计划的后续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整齐画一的动作 外加充沛的叫喊声 激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跟着大家一起跳广场舞 充分感受到原住民长者的活力和精神 在基隆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委林明毅 以及市政府民政处原民科科员等人陪同下 议长童子伟除了和原民长辈大跳广场舞之外 中午时间也陪同长者们一起共餐 关心餐点的菜色 长者们吃得好不好 虽然笃信妈祖 但是用餐前路径随俗 童子伟诚心跟着大家 先祷告上帝后再用餐 因此我们特别要将我们 借着上帝给我们的爱好 爱我们的议长 使他能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非常的顺利 在我们面对午餐之前 感谢上帝你所创造的旺旺 一向非常关心原住民 以及原住民长者生活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特地造访由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 补助设置和社区关怀据点功能一样 位在七堵区明德一路上的 基隆市七堵区文化健康站 了解原住民长者在这里参加活动 以及共餐的情况 虽然这里有四层楼 但是长者们实际可以活动的空间只有一楼 因为有年纪了 要走楼梯爬上二楼都不方便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间 在这段期间自从我们从百步设计签到这里以后 不論是议长 议作还有我们的科长 非常的关心我们 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 没办法完全伸展 因为来这里其实就是要做运动 因为你做运动场那个是他们身体强健 体魄会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议长也来关心 这是我们最值得庆幸跟安慰的地方 因为可惜我们的议长长期以来 都在关心我们这个稳健站的设备 设施跟长者的健康等等 所以我们仅代表我们的稳健站 向我们议长还有相关同工啊同仁 向他们说声谢谢 就是跟长辈们一起跳了广场舞之后 感受到文化健康站的空间上 确实不太好规划利用 因此同姿委也承诺大家 会协助来争取规定上 更大更适合的公共公用空间 设置七土区文化健康站 让更多原民长者都可以来使用 延欢老化健康老化 因为我们急需要让我们的老人环境 可以有更好更舒适的 在地安老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文化站 看到我们的长辈 其实非常的健康 开心的跳舞上课 其实我非常谢谢原住民的相关单位 来照顾我们原住民朋友 我们基隆有将近一万的原住民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当然发现我们的空间场域的不足 刚刚看到那个阿伯跳舞这么用力 这么有活力 其实大家很开心在这边 只是我们空间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容纳人数太少 所以我们想积极着来帮大家来媒合 看看有没有公有的闲置机关 可以让更多的原住民长辈可以参与 每一个族群都是我们政府要照顾的 所以长辈不管是原住民 还是平地的原住民 我们都希望跟陈明建议员好好地来一起努力 帮我们基隆在地的长辈们找到更好的生活空间 我想走出来非常重要 其实长辈需要的更多的是陪伴 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 有时间我想来陪陪大家吃吃饭 我想聊聊天 也可以体会大家的一些心情什么的 我想会让大家更开心 生活得更好 基隆市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预估全市65岁以上银法长者 在年底前将占全市人口数的21% 而法令规定原住民满55岁 就具备银法长者的资格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导 因为我们的参考人力 我们的参考人数是联合他们的 禾 我们的参考人数是想要 如果我们的参考人数是想要 我们的参考人数是想要 突然会发生的 就是参考人数是想要 含名的 表面的增加人数是带人数时的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真的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医法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 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厨就专入整坪 基隆验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阮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彬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乡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如果他是真的 跟你借钱投资的话 我跟你非亲 就像我跟你一样 我非亲非故的 为什么我自己能赚钱 需要跟你借这35万 70多岁老翁 来到银行柜台 准备转账35万 给远房亲戚投资 行员相当激紧 通知警方到场 那我必须老实跟你讲 这个账户没多久 他就要被锁了 金融警方统计 今年1到6月份 假投资真诈骗 是警方受理案件中 占最大比例的手法 其中透过交友软体 或者在网路上 鼓吹被害人投资赚钱 再利用话术 让被害人掏钱投资 那诈骗集团往往透过网路 或者是交友软体 主动认识这个被害人 那假借投资股票 虚拟货币等各种名义 吸引民众加入 这个LINE投资群组 那初期会让民众小额获利 引诱民众加入投资网站 或者是下载APP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那后续再以投注量不足 IP异常等方式拒绝出金 那民众发现账号 遭冻结或是网站 关闭时才惊绝被诈骗 警方说投资诈骗 还有另一种利用投资人的情感弱点 利用通讯软体 先徐航问暖 甚至最后变成爱情诈骗 让被害人血本无归 投资诈骗往往也会结合 爱情诈骗的手法 那包含利用这个假身份 那常常是谎称 他可能是金融界的高阶经理 科技新贵医生 或者是外国军人等等 用高收入的行业 伴随外国的工作 来取得民众的一个好感 那首先以网路交友 聊天谈心 然后再来以教学如何投资 或来台定居为理由 来诱骗民众来做个汇款 等到民众贿赂金钱以后 往往这些人 就会人间蒸发 完全连络不上 诈骗猖獗 手法也是层出不穷 警方提醒 相较于其他族群 年长者更容易遭到诈骗 提醒民众 网路上交友 要保持冷静 必要是要进行查证 强化和社会的连结 别让财富白白损失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第一届属骑 陈信 沿袭 在海科馆任劳展开 双约舞蹈社带来舞蹈表演 为活动暖场 3 2 1 哇这画面太美好了 金融市长谢国良 法务部廉政署副署长沈凤良 金融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等贵宾出席 与台下高中大专院校青年学子 分享青年诚信的重要性 我们跟政风处跟法务部廉政署 一直都很鼓励 跟推动廉政教育这个概念 就是其实从小就是有一些 法律的框架跟基础 跟一些行为准则的模式 让大家从小就知道 什么事情是该做而不该做 我想会对这个 大家都成年以后 在这个世界遵守一定的规范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是我觉得 廉政教育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多多学习参与 地检署检察长李嘉明 向学子分享政府权力打诈 呼吁青年学子不要误入歧途 也预防遭到诈骗 其实政府在打诈部分 是非常的认真在做 那可能各界都不知道 我们在打诈 最近的打诈专案 我们的成果也非常的封硕 不管是在查获这个人数上面 或者是取回这个诈欺的金钱方面 还给被害人的方面 各项阻诈的工作 我们都做得非常彻底 但是确实诈欺犯罪仍然非常严重 我们是希望大家了解 而且大家要去识别这个诈欺 为期两天的课程 还邀请了网红许悦 指导学生如何拍摄短影片 让学子认识自媒体产业 因为这几年来 我都是靠自己在网络上学习 如何剪辑 还有如何制作影片的 所以希望能透过我自己 这几年来 然后自学的方式 来教导这些学生 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剪出影片 不需要用很复杂的 剪辑软件或者是电脑 只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剪输一个很好的影片 那你会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告诉学生要怎么做 那这个活动主要是依据 我们连政署所航班的一个 从联上剪的活动计划 那以往我们的推广连政 这个连结成绩的观念 是从我们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做起 那今年我们特别把这个年龄层 往上提高到 这个高中的学龄层 还有我们大端的青年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是学生这个时间点 他们其实是建立他们人生观 价值观最重要的时刻 所以特别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这种活动 我们也得到很多同学的回响 那报名非常的踊跃 还有可以介绍自己 然后介绍学校 就让我们学习了更多东西 还有比如说在这边有团队 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团队合作 然后学习一堆怎么 我们大家共同制作一个东西出来 正青年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从小就应该在 我们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 就应该可以无所不在的 可以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 跟这样的一个知识里面 可以给我们的孩子 今天很开心 就是我们的连政署 跟金融市政府 还有海科馆这边合作 研习课程中 还安排参观海科馆 认识海洋教育 透过寓教娱乐 让学智用正面的态度 去了解青年诚信的重要性 记者黄壮明 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金融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金融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金融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关心市政做回来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赚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终于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包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要夾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字幕製作者 李宗盛